我 怕他流行 OH MY GOD OK 乳標題所見 沒錯 我要養狗了 啊 我養CHARMING到現在已經兩年 我在養CHARMING之前 我其實想要養的是狗 但那時候兩年前的我蠻忙的 我很怕養了狗之後 沒有辦法每天遛牠陪牠 但那時候我又有點微寂寞 所以我才改養CHARMING 現在兩年後 我覺得我現在的狀態 我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我就身體力行了 然後在拍這個影片之前 我想說我到底要跟你們哈哈帶過 我養的這隻狗牠的來源 還是認真的把細節都告訴你們 我看過我身邊太多的名人們 牠們的寵物明明是買來的 但牠們卻都要對外宣稱說 我的狗是領養的 我的狗是親戚那邊拿來的 就可怕的不是牠購買寵物 可怕的是牠不敢對外宣稱 事實是什麼 最後選擇說謊 說謊的人真的先go to hell欸 不要出現在我生命裡面 真的 我就老實跟大家講 沒錯 我等一下要去借這隻狗狗 我即將養的狗 牠是一隻白猜犬 牠不是領養來的 是買來的 I know 台灣有非常多愛狗愛貓的人 牠們主張領養代替購買 但領養代替購買這個口號 口語表達是這樣 領養代替購買 但牠們身體力行 實際上是 你只能領養 不能購買 現在有很多人會把領養代替購買 當道德制高點來審視別人 你的寵物是買來的 不好意思我領養的耶 我低位比你高 我領養等於 我有愛心 我領養等於 我是個有愛的人 我領養等於 我很有人道 你要給我確定你是21世紀的人耶 很多人會說 你購買寵物 本來就是在資訊外面那種 不肖的繁殖場 一直繁殖品種狗 品種貓 然後你們這些買寵物的人 不喜歡了 又棄養 導致現在台灣很多流浪狗 流浪貓在外面 那就是由你們這些購買寵物的人 才會導致這樣的局面啊 新人類們要確定耶 如果你是個有腦袋的人 你會在你的腦中進行思辨 你應該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這一件事情的根本原因 不是購買寵物 根本原因是 棄養 要消失的不是購買寵物的人 要消失的是那些棄養動物 惡意拋棄動物 讓那些狗狗貓貓近親交配的 黑心繁殖場 那一群人都要消失 你不可以否認台灣還是有 不少的合法優質的繁殖場存在 很多人類喜歡品種狗 品種貓 甚至有一些人 他的工作需求 需要一隻優良的工作犬 這些需求都是要靠優良和合法的繁殖場 才可以保存下來 優良的繁殖場是可以存在的 我知道這部影片出來 會被很多愛狗、愛貓 主張領養代替購買的人攻擊 但我認真跟你們對話 一隻狗 牠會陪伴人類10年到20年的時間 身為人 擇偶 找伴侶的時候 都有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喔這是我的菜 喔那是我的菜 我喜歡 腿毛多一點的 喔我喜歡奶奶大一點的 人類都有所謂的喜好分明 有自己的菜的分別了 那為何我們不能挑選自己喜歡的狗 或是貓 或是其他動物 Why? 有的人就是愛拉布拉多 你為什麼非得要牠去養米克斯 我親眼看過很多購買寵物的人 牠很愛大家的狗 愛大家的貓 愛到有時候會覺得 欸你不要給我溺愛耶 牠到時候會變成公主病 你要確定耶 所以新秘球人類們 在21世紀拜託不要再讓我聽到 你使用領養代替狗買來去情緒勒索別人 你是人類 你本身就是自由的 你要在你的人生裡注入什麼樣的體驗 那是你自身的故事 不管你是領養 你是購買 你在回家路上 看到了流浪狗 你最終選擇把牠抱回家領養 這都是你個人的選擇 我無從干涉 你只要不要做一件低脂肝的事情 那就是棄養 那就好了 understand OK明確說完話了 啊! 然後不得不稱讚一下我自己 因為要養狗了 我把整個家都打掃乾淨 然後尿尿的地方呢 我籠子裡面放一個 廁所我也放了一個 你看整個廁所很乾淨 廚房也是 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不想要讓牠嚇到 牠是一隻母貓 所以我接著有一個 微彈莊路線 我要去接狗狗了 然後 這個是 是非題問卷 然後這個要交回去給棟寶廚 棟寶廚 對對對 他的話 目前因為月份的關係 還不到三個月 嗯 三餐的話我們就是早晚 今天晚上的主餐一樣是九點 明天之後就依你的作息調整 嗯 對對對 哥哥 我來家呢 看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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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很可愛 我們小時候來小學 走走走走走走 好啦好啦好啦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巧妮 他回來了 巧妮 這是誰 巧妮 巧妮快點 要不要認識他 來了來了來了 爸爸來了 耶 我到家了 這是我信仰的狗狗 Oh my god 好可愛喔 他的生日是3月17號 Oh my god 3月17號怎麼新作 查一下 喔 雙魚座 他是雙魚座的狗狗 3月17號出生 是個小女生白柴犬 準備好了嗎 爸爸抱 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你好可愛 你好可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 他真的好可愛 Oh my god 我當時會看中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長得很呆 行為也蠻呆的 而且柴犬是 一般狗狗你把他嬰兒抱 他們會這樣子嘛 柴犬是這樣子 四腳朝天 給大家看一次 你看 他是這樣子 四腳朝天 哈哈哈哈 然後現在巧妮 在旁邊一直觀察 我不敢把狗狗抱過去 因為我怕巧妮會再讓他起 因為貓咪的第一印象很重要 我要讓巧妮自己主動去找他 Oh my god 巧妮竟然沒哈氣 第一印象似乎不錯 巧妮沒事喔 好可愛齁 沒事喔齁 我直接把他想了三個名字 第一個叫 來讓他當 真狗版的 第二個是 第三個是 這三個是 我覺得很適合他的名字 先讓他自己選 走個來 選名字 來 321又選名字了 來 準備好了嗎 出發 出發 按到要哪一個 你要Billy還是Do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假的 他選中了 Doopy 欸連續才兩次算囉 遊戲規則我訂的 Oh my god 從今以後你就叫做 Doopy Doopy Doopy好可愛喔 Doopy好可愛喔 人家沒有要弄你 不要去弄人家 人家沒有要弄你 Charmine 沒事沒事喔 沒事 我的訓練師跟我講說 狗狗到家裡的時候 如果Charmine對他哈氣 不要馬上把狗抱走 要讓牠們自然的相處 所以我現在盡量的只能在 從旁觀察牠們 除非說Charmine真的 要認真地打牠 我才會出面阻止 好開心喔 主體 行谷 開起來 好開心 好啦 超民傑傻賣 Doopy誒 進來 給大家進去看你 是長呆呆的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速度很快 我已經有自己專屬的訓诊师了 就是 要訓練牠的老師 如果是站在獸醫的立場 他們會說 建議狗狗打完三劑疫苗 再帶他出門 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但如果是站在訓練師的立場 如果要等狗狗打完三劑疫苗 再帶他出門 那已經錯過他黃金社會化學習的時間 所以沒有什麼對跟錯 只是看主人自己要怎麼樣 我應該會跟我的訓練師討論 然後依狀況 來決定什麼時候帶他出門 因為我覺得他出門的話一定會很High 而且你很不怕聲耶 撞到鏡子 欸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好可愛喔 我也好可愛喔 嘟嘟 不可以在這裡大便歪 不過能吧 Oh my God 我的愛情 所以..不要吃飯 不要吃自己的大便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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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一次自己的 一次自己的大便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要怎麼辦 嘴巴上帥 帥牙 他進家第一天我的課題就是 如何教他不吃自己的大便 以及定點上廁所 我等一下就跟我的訓練師聯絡了 以後不要吃自己的大便了 好不好 嗯 ok 以後再跟大家分享 他的成長日記會是如何 Dopey Thank you ok 這就是我人生第一次養過的影片 他叫做Dopey ok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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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Bye Dopey 我還是把廁所放在這裡好了 我要看活動空間可以想 好吧